我觉得运动产业当中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面貌的人才 我简单来说的话 它需要大概三种人才 就是创造价值的人 传递价值的人 跟获取价值的人 那譬如说运动竞技跟训练的人才 这就是支持专业运动员的人 我可以是运动科研人员 营养师 第二种是运动商业跟管理的人才 他比较偏行政 比如说国家奥会 各国的协会或club 媒体有关的 或者是奥林匹克的伙伴赞助商 或者是国际总会 媒体端我觉得它可以再独立拉出来 它比较偏运动媒体跟传播 它比较偏品牌端 那这一块就是它怎么打造品牌 把它做延伸性的塑造 我觉得这三类的人 他都不用是体育人 他反而应该要是 不是体育人 他更可以看出一些更跳脱的思维 那是我的 我再来说 我再来说 你看我 这一块 是 喜欢我的 我再来说 我再来说